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出版新书往事浮光 已沈默五十年 终于发声未提 扛上早成他婚姻破碎的琼瑶 接他十大罪状内幕 琼瑶今展开反击 以岳飞遭秦桂谎言所害为题 暗指对方 琼瑶沉默一天 今在脸书先是悼念病逝的挚友导演刘莉莉 知道刘杰走了 这一天并不安宁 思念刘杰 也想到一些前人中暑后人成良的问题 不胜感慨 接着他引述历史人物典故 岳飞为秦桂谎言所害 忠臣居然送命 岳飞是宋朝名将 却也有极好的文采 我在这儿录下他的一却词 正是我的心情写照 此外 琼瑶也噗出一段影片 即片中师父与小和尚的对话 像是分开只因为 他们不再合适啦 离开就是离开 分手就是分手 错对 没有意义等哲言 亦要林婉珍看开一点综艺天王哪儿没哲 张飞经收张少怀警告简讯 张飞竟然好羡慕于天 张飞24日到华市路综艺非常赞 哀怨说上次评论孙安佐事件 举了张少怀在新加坡留学闯获当例子 结果还没见到他 简讯就先来了 说我什么时候被拘留 可不可以不要提到我 张飞左思又想发现真的记错 讲着讲着竟羡慕起于天 称赞于加上下感情紧密 谈话百无尽忌 现在张飞连费玉清都不太敢提 因为除了儿子会抱怨 费玉清也会不高兴 都叫他不要乱讲 既然弟弟 儿子都不能聊 那媳妇呢 张飞抖了一下 大喊 哎哟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跟他 少怀 聊天 就是他太太 他说张少怀真的很辛苦 谁都不靠 想帮忙还得赶走 降到一半又自己打住 怕多话引来儿子不满 张少怀最近忙着宣传新电影 市长夫人的秘密 张飞对此完全状况怪 左张少怀上叫新食堂 透露自己认真赚奶粉钱 老爸张飞资助不多 张飞听了直谱真的垂心肝 我是不知其他长辈有无赞助 我给的凭良心将算很多 结婚喜酒一毛都没扣 张飞现在两个儿子各自有家庭 当想看儿孙时该怎么办 张飞叹道只能看天吃饭 不过月初清明节时全家团圆 让他非常开心 他对两个优秀媳妇赞不绝口 笑说自己爱在心里口难开 对孙子想念又不敢催回家 只能希望儿子自动夺回来 他也自我检讨 他高知名度造成家人无形压力 言谈之间他两度提到于天 相当羡慕于天的家庭结构 他们家人情感紧密 不要理网友 家人就是要像这样 张飞其实也想像于天一样放胆 谈论儿子或是公开炫孙 但他认为还是要尊重儿子 因此只能拜托记者快点换下个话题 遭平心涛前期烈石大罪状 穷瑶搬出和尚反击平心涛前期 林婉珍出版新书往事浮光 已沈默五十年 终于发生未提 扛上早成他婚姻破碎的穷瑶 接他十大罪状内幕 穷瑶今展开反击 以岳飞遭秦贵谎言所害为题 暗示对方 穷瑶沉默一天 今在脸书先是悼念病逝的 挚友导演刘莉莉 知道刘洁走了 这一天并不安宁 思念刘洁 也想到一些前人中暑后人成良的问题 不胜感慨 接着他引述历史人物典故 岳飞为秦贵谎言所害 忠臣居然送命 岳飞是宋朝名将 却也有极好的文采 我在这儿录下他的一却词 正是我的心情写照 此外 穷瑶也扑出一段影片 即片中师父与小和尚的对话 像是分开只因为 他们不再合适啦 离开就是离开 分手就是分手 错对 没有一等折言 医药林婉珍看开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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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